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在2021年1月5日 曾慶紅馬仔、華融董事長賴小民被判死刑 在1月18日中紀委官網發表近6,000字的長文 將賴小民定性為 《諸目惊心的金融領域腐敗大案》 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 提及近百名官員涉案 並且披露華融公司整改細節 以及整個金融系統面臨全面整改的內幕 外界關注 習近平與江爭權貴集團 錢袋子爭奪戰正在升級 在2021年1月18日中紀委官網發文 賴小民案以按促改工作啟示 嚴懲監守指導的金融內軌 推動加強行業監管化解系統風險 這篇文章全文約5,800字 文章稱 在近年來 少數金融從業人員、監管人員 將各有金融資產當成謠前書 與不發商人行下一氣 互相勾結 形成黑色利益共同體 嚴重危害金融安全 經濟安全 國家安全 賴小民案就是一起 絕目惊心的金融領域腐敗大案 社會危害極大 罪行極其嚴重 文章披露 中共中央幾位國家監委 督促19家中央金融單位黨委 也就是所謂的黨組 召開專題會議 130餘名在職中管幹部 逐一展開對照反思 研究制定本單位議案速改工作方案 並進行部署 同時 重點督促案法單位華融公司 及其上級單位銀保監會黨委 壓實整體主改責任 推動銀保監會系統整改工作 文章稱 賴小民案是棄手金融風險底線 以棄缺金融資源為籌碼 謀取私利的貪腐大案 僅個人受賄金額 奏達人民幣17.88億餘元 侵吞套取單位公共資金為2513萬餘元 此案集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交織 金融亂象及金融腐敗 跌加於一體 善權妄為 腐化墮落 道德敗壞 生活奢匪 甘於被圍獵 成為其腐敗犯罪行為的關鍵詞 呈現複雜多樣的形態及特點 賴小民四宗罪 近百名官員涉案 文章列舉賴小民四類罪行 一是將各有金融企業 當成私人領地 賴小民無視政治紀律及政治規矩 對監管機構的部署 要求折虐網民 甚至公然發表質疑言論 將各有金融企業 當成私人領地 攬設機構 盲目發債 將無集資金 投向國家政策明確限制的 房地產等行業領域 嚴重偏離公司主業發展需要 最終從不良資產處 至者已化為不良資產製造者 第二是濫用金融資源 大搞權錢交易 賴小民官肉膨脹 價值觀嚴重扭曲 靠金換權 以權勞金 用手中掌握的稀缺金融資源 不擇手段搞政治投機 拉票繪損 為個人造勢 謀求職務進升 將公司當成試圖發展的跳板 第三是票白貪污手段 實施內行作案 賴小民長期從事銀行 資產管理等金融工作 深穩各類行業規則 喜歡打著市場化的紡紙 大肆利用制度漏洞 操縱實施腐敗犯罪 大搞曲線獲利 其權腐敗 他通過在實際價格基礎上 大幅度加價中標華融公司項目 在華融人股其他公司過程中 收取顧問費等方式 果同他人套取公款 第四是信奉利益均佔 形成普團腐敗 賴小民與華融公司高管 監管人員等上下合謀 共同作案 查一個 帶一串 挖一窩 涉案金額大 影響範圍廣 安排多名親信 把持境內外紙公司的重要崗位 互相勾結 逐步演變為貪腐團火 牽扯腐敗幹部近百人 嚴重污染華融公司系統政治生態 文章稱 治療金融腐敗具有很強的政治性 政策性 敏感性 整改治理的要領 是管住人 安住錢 捉勞制度防火牆 一體推進查案件 玩損失 堵漏洞 防風險 文章披露 銀監管會第一時間 全面改組華融公司領導班子 現任董事長、總裁和監事長 坤為外部選派 研究制定肅清賴小民流讀實施意見 組織修訂公司張程等 指導新領導班子建立問題整改台帳 清除涉及賴小民流讀用語的文件 陰像資料等9萬預測 對違規破格提拔的54人次中管管理人員進行處理 銀保監會制定新規 列出匯管單位名貴土特產和特殊資源清單 細化機構領導人管理 員工投資行為等規範要求 防止監守制度、利益輸送 對長城、東方、信達等資產公司全面巡視 對信達公司進行巡視回頭看 運用四種形態處理違法違紀人員 對華融公司直接立案25件 銀保監會督促機關有關職能部門加強監管流程再造 監管協同推進修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 銀行業監管管理法等制度 開展資產公司治理有效性評估 調整不稱職的董事、監視、強化對高管 關鍵崗位和重要人員的監管管理 文章稱否則賴小民案件可以發現 亂辦金融、亂搞同業、亂家槓桿 亂造外表業務違規違法問題突出 處置不當極易引發重大金融風險 銀保監會成立風險處置專責工作組 全面開展子公司清理整合 指導資產公司制定子公司三年清理整合方案 撤去聘整合非法子公司 同步推進持牌金融機構轉讓和非子公司推出 另外銀保監會指揮華融公司 清理各類領導小組134個 糾正董事長辦公會 專題會等非法定決策刑 推進各有金融資本投資營運改革試點 研究起草關於深化金融產業管理公司改革方案 提出22條具體意見措施 文章稱針對奶小民盲目擴張 嚴重獨化市場生態問題 銀保監會展開子公司清理整合 摘機退出與主業協同效應不高 經營效益較差的金融持牌機構 推動華融、長城、東方、 信達4家公司整合撤聘56家子公司 其中境外8家非金子公司資產規模 縮減1884億元 曾慶紅馬仔賴小民一審被判死刑 在2021年1月5天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 公開宣判由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婚院 提起公訴的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黨委書記 董事長賴小民受賄、貪污、重分一案 對被告賴小民以受賄罪判處死刑 剝奪政治權終身 拼署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拼署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0萬元 以重分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 決定執行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拼署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賴小民被控犯有貪污、受賄、重分罪 所涉及的裝款總計高達17.88億元人民幣 是押金中共官方公布的貪官裝款 數額的最高紀錄 通報稱雖然賴小民提供下屬人員重大犯罪案線索 拼經查審屬實 據有重大立功表現 但綜合其所犯的受賄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 不足以對其寬容處罰 法庭稅作出上述判決 賴小民於2018年4月17日落馬 官方通報提及他與多名女性搞權式交易等 賴小民在2019年2月被以涉嫌受賄、貪污、重分罪立案調查 聘而發起訴 在2020年8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 賴小民現年59歲 是江西瑞金人 是曾慶紅江西邦要員 賴小民被爆是江派權貴家族的白手套 亦都是曾慶紅勢力在大陸和香港商界的台面人物 賴小民執掌華融期間與肖建華明天系、吳小輝的安邦集團 和葉簡明的華信集團有密切利益往來 向曾慶紅等江派權貴家族輸送巨額利益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賴小民及華融公司與曾慶紅等江派權貴家族 存在巨額利益輸送黑幕 其實就是曾慶紅等江派權貴家族的白手套 官方通報的中共落馬官員的貪腐數額 都因為政治需要而確定 習當局公布賴小民貪腐17.88億元 判其死刑 成為習近平與郭澤民、曾慶紅 你死我活決戰無可避免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李燕銘分析中共病毒疫情爆發 加上美國特朗普政府引領國際社會 捲起反共浪潮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機空前 加劇中共高層分裂、內鬥、集羽剛爭 在經濟金融、外交、軍事、民生等各領域的搏殺 已經白熱化 賴小民被判死刑之後 中紀委官網發長文列舉賴小民四宗罪 披露華融公司被整改細節 拼將習當局以賴小民案為契機 捲起金融系統全面整改風暴的內幕公開 特顯習與剛爭權貴集團 錢袋子爭奪戰正在升級 這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